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我们的条件叙述 那条件叙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说我们开发者给定一个条件 那这个程式会自动的帮我们去判断是否符合这个条件 然后去执行说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就帮我去执行下面的式子这样子 这就是条件叙述 那在条件叙述的部分呢 我们主要分成两种形式 一种是if else 第二种是我们的switch 在比较简单的情境的时候 比较简单结构的时候我会用if else 比较复杂的时候我会用switch来解释 所以一开始比较简单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我给定它一个年纪等于20 如果这个年纪大于等于18的话代表它成年 那如果没有大于等于18 是不是代表它会成年 它是非常直观的嘛 一翻两瞪眼 我们对于这种非常直观 只有一正一反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只用if else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如果它今天比较复杂呢 假设今天小明它是一个很喜欢放假的人 对它来讲平日就等于平日 它只在意6日 所以它的人生里面它只有分平日 礼拜六礼拜日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针对它的每一天 我们去给定一个数值1234567 7就代表礼拜日 礼拜一就是代表1嘛 OK 如果这个数值呢 这个变数呢 小于等于5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是12345 所以就是weekday 我们就说 今天是weekday 那如果等于6的话 就代表说今天是saturday 是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是一个等于等于 我们前面有讲过 那如果不是等于6 也大于等于5的话 那这是不是其他 其他就代表礼拜日嘛 这个就是我们在if else里面稍微复杂的一种结构 我们可以判断三种情形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判断三种情形哪够 我今天不止三种情形啊 我今天好几种情形 对那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重复的去用elsif 你可以反复的一直用elsif 所以你可以elsif number等于7 elsif number等于8 el is number等于9 你可以一直下去到最后我再用else 这也是OK的 那如果真的很多种的时候 我会不建议你用if elseif else 我会直接建议你用switch switch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它不是你的电动 switch的话 它是针对你的各种不同的前进去给予特殊的作用 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直接把这个today塞进去这个switch的这个括号里面 有没有 小括号里面 它就会开始去判断了 小括号里面的值是等于1呢 还是等于3 还是等于5还是等于7 判断完之后 它帮你去执行这个冒号后面的值 直到这个分号 完了之后break掉 OK 所以它会判断 今天哪里5 哦好echo fry friday 然后它就帮我去echo出来 echo完了之后break break代表结束了 因为我已经知道今天是礼拜五了 你不用再帮我跑这个程式下去了 所以你要记得每一个case底下 都要有break 那它才不会无止境的在那里跑 OK 所以我们要记得有case就break 有case就break 好 那 这里呢 你要注意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 这里因为是数字 所以我这里没有用双引号 如果你这里是要让它判断 字串的话 你这里要变成双引号 case双引号 比如说e case双引号 比如说叫做ok case双引号 比如叫做no 对你要把字串放在双引号里面 它才有办法去判断 那因为我们今天这里是数字 所以我就没有用双引号了 好 那基本上这三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的条件叙述 对 那前两种都是属于if else 那第三种就是switch OK 那现在呢 要请大家来去练习啊 你们最期待的时刻 就请分别建立身高与体重的变数 比方说我可以前字号wit等于80 前字号height等于190 OK 然后我要去算出它的bmi 针对这个bmi 应该我用叙述判断 我可以用switch 或if else 来去判断它今天是过重刚好还是过瘦 OK 这就是我们的assignment11之1 那你只能把你的程式码截图下来 那传到zuvio上面就ok了 你不用给我看你的结果 因为我看你的程式码就知道你是对还是错 好的 那接着我们来进入我们的回圈 对 回圈它基本上是帮助我们重复的执行一段指令数次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今天有一件比较麻烦繁琐的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透过回圈来处理 比方说我叫你从1喊到100 那1、2、3、4、7、8、9、4、1、2、3喊到100 如果真的喊到1万不就喊到疯掉 那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回圈告诉你说 从1开始跑跑到1万 那每次加1 那就有人会自动帮你执行的 我们是比较prefer后者 它对我们来讲方便许多 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方法呢 我们就有一种很直观的一个回圈的方式 你们可以看到for回圈 回圈我们有分两种 那先跟大家介绍第一种叫做for回圈 很直观 它从1开始跑 跑到10 那每次加1 有没有 所以它是定义了起始状态 中止状态还有规律方法 规律的方法 就是指说我们每一次 我要怎么进入下一个回圈 哦你加加之后就到下一个回圈 加加是什么意思 每次加1的意思 OK 所以我们来试着写这个程式码看看哦 for 然后i等于1 i小于等于10 i++ 那好了之后呢就帮我一个i 然后br 12345678910 很直观嘛 从1开始跑然后小于等于10 就一直说 好如果超过10之后就不要再跑了 所以它会开始看 从1开始那每次加1 OK它就12345678910 它如果跑到11了 它就会停止了 因为它没有符合小于等于10 OK这就是我们的for回圈很直观 那既然这个东西可以walk 我今天有没有办法是HTML跟CSS 这个PHP的很大 就是我今天假设说好我今天想要跑出10个 蓝色的小方块 海军蓝的小方块可以吗 10个长宽100的DIV 不要跟我说你要复制这个DIV十次哦 那不买单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Echo DIV 有没有 我们在这个双引号里面是可以搭HTML 那Class Box 记得因为我们是在 我们被双引号挖着 所以我今天必须用单引号 然后我要给它每一次的数值 那针对这个Box呢 我们刚刚有说嘛 Box 嗯 宽100 高100 Background Navi 海军蓝 Color White Margin 10pixel 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10个Box就被生产出来了 然后都有动态的数值 很直观吧 从一开始跑到10结束 每次加1 所以我会跑10个 那它就帮我产出10个 那每个Box里面呢 又帮我放入这个变数I 所以它会告诉我这是第几个Box 你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HTML CSS 让它变得更动态 它不只是跑出10个 它还会给定每个Box不同的变数 有没有 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的动态网页了 动态网页的意思就是指说 我们这些资料是可以变动的 所以你未来透过我们的资料库 我们可以把资料库的纸捞出来 也放到HTML里面 就是这样子的形式 好 那这里已经理解了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 用while回圈 它也是一个蛮简单的东西喔 while回圈其实跟for回圈 长得87%相 怎么说 它是这样 比如说while 我直接把for回圈都放进来喔 我们while里面不放三件事情 它只放一件事情 就是中指状态 我到底什么样的状态是中指的 那我把初始状态放在回圈外面 然后把i++这个放在回圈里面 ok 那我把这个echo放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for回圈 这就是我们的while回圈 跟刚刚长得一模 跟刚刚跑出来的方式是会一模一样的喔 一模一样的喔 一模一样的 对所以其实for回圈有的话有都有 只是它看起来比较特殊一点 对它把起始值放在外面 把它的规律形式放在里面 那原本的括号内只留下它的限制 ok它的中指方式 这就是我们的while回圈 那你了解的for回圈跟了解的while回圈 那如果今天有多种回圈呢 我们怎么处理这种多种回圈的状态 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 我们先回归到for回圈 我比较喜欢用for回圈 这是第一层回圈嘛 我们来echoi ok 然后i完之后就 帮我br 那好了之后再帮我 跑一个j等于1 j等于10 那j++ 那再帮我echoj 我们来看看 会发生什么事 这样子好 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代表说 我跑 我跑第一圈1 然后再来它会帮我跑j的1到10 然后完了之后再跑i等于2 然后再跑j的1到10 然后再跑j的1到10 然后再跑i等于3 有没有 这个东西前面的第一码都是 都是我们的i 后面这些才是j 对 这就是回圈的概念 这是大圈的嘛 那里面有小圈的 小圈的要跑完之后才会再跑大圈 OK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巢状回圈的方式 你可以发现回圈 它是一个巢状的形状 所以我们称之为这种 多回圈的叫做巢状回圈 那我们透过两个回圈来去执行 对 对 那今天可不可以去把它删掉变成 i乘上j 123456789 10 然后246810 12620 既然这个东西是可以walk的 我们可以打巢状回圈 那你想到这种算回圈 对你想到什么 对我而言我想到的是99惩罚表 对 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 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 打出一个99惩罚表像这样子 你这个东西要怎么执行 我今天可能必须要 把这个东西 原本我们的这个程式嘛 加上 Table TR TD的概念 我哪一边要放TR 就是我们的表格 我哪一边要放我们的TD 对 那我要怎么让他知道是新的一个TR 就是新的一栏嘛 TR TRB 那每一个都是TD TDB TD TDB 这要怎么呈现出来 你们要试着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这是我们的assignment 11-2 对 请透过回圈的方式排出下列 就是惩罚表格 揭去程式码即可 对 那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请大家试着去把这段程式码打出来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Ruvio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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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